大家好 今天完全针对零基础学简朴的朋友们 跟你们讲一下 学习简朴的一些基本知识 首先第一步需要认识音符与唱名 音符由1234567七个数字来表示 他们分别唱作 Do Re Mi Fa So La Si 需要把每一个音符所代表的唱名 给牢牢记住 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如果将这七个数字打乱了顺序 随便指一个数字 你要快速的把他们的唱名说出来 这才算是完全通过 比方说看着一个二 这是Re So La Mi Fa Do Si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必须得通过 那么在简朴当中怎样区分音的高低呢 区分音的高低由小黑点来代表 音符下方代表的表示为低音 音符上方下方都没有小黑点为中音 音符上方带一个小黑点这为高音 以唱名咪举例子 这是一个低音符 这是一个中音符 这是一个高音符 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下 在简朴当中比较常用的三种音符 第一种音符叫做四分音符 什么叫做四分音符呢 在简朴当中发现一个独立的音符 为四分音符 独立指的是音符的右边下方没有短横线 音符的右边也没有小黑点 这样的音符叫做四分音符 那么四分音符在简朴当中占用的实质为一拍 什么叫做一拍呢 咱们大家看一下画拍线 我们画对勾或者是说V字形都是一样的 一向一上为一拍 那么这个叉号它可以代表刀人民发骚拉西当中的任意一个 它占用一拍的实质 例如刀 接下来再讲一下二分音符 二分音符 大家请看 在四分音符的右边加起了一条短横线 这条短横线呢 叫做增实线 一条增实线 表示增加一拍 那么二分音符在简朴当中占用的实质为两拍 例如刀 大家再看一下 在所有音符当中 发音时间最长的一种音符 叫做全音符 大家请看 全音符后边有三条增实线 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三条增实线的话 它是一个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本身占一拍 那么一条增实线呢 表示增加一拍 那么加起来总共有四拍 例如 好